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时报 我是段友如 中国司法部最近公布了好几项的新规定 其中格外受到关注的 就是规定律师不能在媒体 或是网路上发表公开声明 这让外界纷纷开始议论 这是不是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新招数 中国司法部最近公布多项新规定 其中规定律师不得以维权知名干扰庭审 也不得通过网路和媒体发表声明 炒作案件引起外界关注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 中国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 在规定通知公布之后 举办了全国律师维权惩戒工作专题研讨班 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在研讨班上说 要畅通律师投诉和控诉的管道 通知也规定法官应当尊重律师 不得有嘲讽侮辱的行为 看起来新规定似乎维护律师的权益 但不少人认为司法部的重点在后头 司法部接着宣布要严惩律师以及事务所 所犯的各类违规行为 包括律师不得以维权自由干扰庭审 或在网路以及任何媒体发表声明公开信 审判长若认为律师违反法庭纪律 可以给予警告 几年前的709大抓捕事件 当时逮捕不少律师 后续也多次传出维权律师遭到打压 如今当局公布新规定 不少人认为也是冲着中国维权律师而来 新闻事实报段友如整理报导